好,那我們就開始記者會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我是馬英九基金會執行長蕭旭成 記者會正式開始 應大陸方面邀請 馬前總統將於4月1號至11號 訪問中國大陸、廣東、陝西、京 會率領大九學堂的學員一起前往 參訪中華文化歷史景點與企業 同時也會出席繼皇帝陵的祭典 那同時也會率領大九學堂的青年學子 訪問中山大學與北京大學 讓兩岸青年進行交流 那此行訪問團的團員 除了馬前總統 還有包括我本人蕭旭成 馬英九基金會執行長 總統府前副秘書長 以及王光馳 第十二、十三任總統辦公室主任 也是總統府的前專門委員 以及邱昆玄 是政治大學榮譽教授 也是國安會的前諮詢委員 此外還包含20名大九學堂的青年學子 隨同前往 馬前總統去年3月率領大九學堂的青年學子 訪問中國大陸 讓台灣的同學 更加的去認識大陸 也讓大陸的民眾 看到了台灣青年學子的活力 去年7月馬英九基金會邀請 包含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湖南大學、武漢大學 以及上海復旦大學的同學們 回訪台灣 讓這些大陸的同學更深入的認識台灣 也與台灣的民眾留下許多非常好的互動 那這兩次重要的互訪 對兩岸關係都是非常正面的 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這就如同馬前總統常常講的 兩岸的青年能夠越早 認識彼此 互相交流 多一分接觸 多一分了解 就多一分情誼 這樣當友誼越深厚的時候 未來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就會越降低 那我們希望今年的這次的訪問 也能夠一樣 讓兩岸青年能夠更加深入的交流 也能夠對兩岸關係有積極而正面的貢獻 好 謝謝 那看看各位媒體朋友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就跟去年一樣 馬前總統訪問中國大陸 我們一向是科學主辯嘛 到各省或是到哪邊去 他們有什麼樣的安排 什麼樣的這個接待 我們都科學主辯 還有沒有 嘉文 他會在訪問你之前 聽到有任意的事後兩岸的情勢 有任意的事後兩岸的情勢 當然現在因為 呃 許多的事件喔 那兩岸的情勢非常的緊張 那我想在兩岸情勢緊張的情況之下 無任意的事後都需要兩岸交流 特別是兩岸年輕人的交流 所以我們馬英九基金會馬前總統會非常的重視著這一段 所以我們會有這個適當的時機就會安排 還有 嘉文 會不會是有任何一些安官的人 還有詳細的情勢 會有些進行或是壓迫嗎 我們現在這個時候 我們同事就會到總統府去送件了 就是我們會向總統府報備 我們要前往中國大陸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如果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今天是不是記者會就到這邊 好 因為陳水扁前總統以及馬英九前總統 都曾經在卸任前夕 登太平島 因為太平島是我們中華民國的領土 最南邊的領土 中華民國總統登島具有相當的重要的意涵 這是也是為了國家利益能夠宣示主權 也是為了能夠鼓舞民心士氣 我們太平島有許多官兵在那邊駐守 所以我認為蔡總統如果能夠前往 應該是一個相當好的安排 當然我們尊重他的決定 好 各位媒體朋友還沒有要問的 我想這個馬前總統在過去八年呼籲過很多次 我們的蔡政府的這個能源的政策 有相當大的問題 包含能源的配比是不切實際的 甚至於許多國外的媒體都稱呼這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 那我想果然在最近開始要漲電價了 代表我們的能源政策真的應該要好好的檢討 我想這個部分 我想相信我們國民黨 在一黨的立委們都應該在國會會有進一步的監督 好 那針對馬前總統訪問這個大陸 請問各位還沒有什麼問題要提問 請問各位還沒有什麼問題要提問 剛剛那個家瑋問的 就是說一方面兩岸交流 兩岸青年交流本來就是我們一直在推動 我們去年也是差不多這個時候 推動這個 台灣的同學到大陸去訪問 所以我們並沒有特殊的那個時間點上的考量 那如果沒有的話我們記得會就到這邊 謝謝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義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義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義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沒問題 你就不是留任何惡努力 成為聖筊 希望他習到會上 友人的天地 決定 我可以休闘 你應該快點 是 最後一期會 你應該會 那麼來 你應該會 我可以 你應該會